马太福音第十章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,给他们全柄,能赶住乌鬼,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 这十二使徒的名,头一个叫西门,又称彼得,还有他兄弟安德烈,西比泰的儿子雅各,和雅各的兄弟约翰, 腓利和巴多罗买,多玛和瑞利马太,亚勒肥的儿子雅各和达太,奋瑞党的西门,还有迈耶稣的加略人犹大。 耶稣拆着十二个人去,吩咐他们说, 外邦人的路,你们不要走,撒玛利亚人的城,你们不要进,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, 随走随传,说天国尽了,医治病人,叫死人复活,叫长大麻风的捷径,把鬼赶出去。 你们白白地得来,也要白白地舍去,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,行路不要带口袋,不要带两件挂子,也不要带鞋和拐杖, 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。 你们无论进哪一城,哪一村,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,就住在他家,直住到走的时候, 进他家里去,要请他的安。 那家若配得平安,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,若不配得,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。 凡不接待你们,不听你们话的人,你们离开那家,或是那城的时候,就把脚上的尘土剁下去。 我实在告诉你们,当审判的日子,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,比那城还容易受呢。 我拆你们去,如同羊进入狼群,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,寻粮像鸽子。 你们要防备人,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,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。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,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,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。 你们被交的时候,不要思虑怎样说话,或说什么话。 到那时候,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。 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,乃是你们父的灵,在你们里头说的。 弟兄要把弟兄,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,儿女要与父母为敌,害死他们。 并且,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,唯有忍耐到底的,必然得救。 有人在这城里,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,就逃到那城里去。 我实在告诉你们,以色列的诚意,你们还没有走遍,人子就到了。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,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 学生和先生一样,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。 人既骂家主是别西普,何况他的家人呢? 所以,不要怕他们,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,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 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,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。 你们耳中所听的,要在房上宣扬出来。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,不要怕他们。 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,正要怕他。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? 若是你们的父不许,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。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 所以,不要惧怕,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,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。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,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 你们不要想,我来是叫地上太平。 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,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 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,女儿与母亲生疏,媳妇与婆婆生疏。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,不配做我的门徒。 爱儿女过于爱我的,不配做我的门徒。 不背着她的十字架跟从我的,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 得着生命的,将要失丧生命。 为我失丧生命的,将要得着生命。 人接待你们,就是接待我。 接待我,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 人因为先知的名,接待先知,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。 人因为义人的名,接待义人,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。 无论何人,因为门徒的名,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。 我实在告诉你们,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